中國會將更重視核武 從這次的 因為這次經驗其實給大家 從不同的角度 看到很多不同的現象 所以美國國防部說 2030年 八年以後 解放軍的核彈恐怕會激烈的 快速的剩下到一千枚 現在好像是三百枚 俄羅斯六千多 那美國大概也差不多將近 說有人講四千 也講五千 也講六千多 那其他都沒有那麼多 但是中國說可能會到一千枚 而且說在甘肅玉門關 春風不渡玉門關 在玉門關附近的 你看多美的絲 結果他放了一堆發射井 你看到沒有 這我也好奇 如果這發射老美 一下子把你摧毀了 集中在這裡 是會這樣子嗎 不可能的 應該是分散的 都搞在這裡 一百二十個 一來就把你毀掉了 不知道了 反正他們就說 這就是將來這個核彈的發射井 洲際飛彈的發射井 那所以呢 說對美國的核威責力 大增等等等等 第一個大陸不會用核武對臺灣 我想這個是一個比較確定的事 因為這個跟他的核武使用原則有關 因為他不會對於沒有核武的國家 或是地方使用核武 那他不首先使用核武 那他對他的核武政策 是維持最低限度的核威責 就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大陸目前來講 沒有看起來有改變他的核武的一個跡象 那剛剛巧信有談到說臺灣發展核武的問題 臺灣發展核武的問題會受到國際制裁 會跟伊朗朝鮮一樣會被送到安理會裡面 那麼會被國際 國際一旦制裁對臺灣來講影響就很大了 那另外一個部分如果說安理會或是說國際間不處理的話 大陸很有可能會採用以色列的手法 以色列當時就是對於伊朗在發展核武的時候 他的主張就是說在你還沒有發展成功之前 對於你相關的這個很有可能的核設施 開始進行攻擊 而事實上你可以很明白的看到 對以色列來說的話 他就是會打 他對敘利亞他也是一樣 不管你國家主權的問題 他就打 他對伊朗來講他也會打 所以臺灣如果發展核武的話 那基本上你的核武設施跟研發基地 基本上都會受到攻擊 我個人認為說這個不能夠用很簡單的一個想法 來看這問題 對啦 就是說到底該不該發展核武 的確是很複雜的問題 不過那個時候老公他還沒有能力把臺灣打 那現在可以的 這是以前的情況 而且老美也是看 印度有核武他也沒有報復他 巴基斯台武他要拉攏他 北韓他要打擊 他要看跟他的朋友 不知道他朋友都有關係 不過從某個角度看 就是說蔣介石的時候 的確是想發展核保護臺灣 他的確是這樣想 那張仙怡就很慘啊 我有朋友在中山科學院在那個那個發展啊 老美去是整個把他們毀掉 他是拿那個水泥灌漿車 直接開到了那個科學院 然後去倒灌漿 然後整個淹掉 幾十年的心血就沒了 都哭啊 都覺得自己的心血就被這樣毀了 真的蠻慘的 不過主要不是他拿核武來打臺灣 他多了的話他就嚇阻你們 他打臺灣的時候 他用不是用核武 用傳統兵力來打臺灣的時候 叫你們其他不能動 因為我有核武黨們怕了這個東西 所以要很小心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